东海岸大地艺术节今年是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延到8月启动 今年的活动包括了艺术家筑笛创作 月光海音乐会 以及开放艺文工作室的三大主轴 从即日起一直到10月30号 民众只要前往东海岸 沿线都有惊喜 以及深度旅游的体验 结合艺术和观光 让到访的旅客留下难忘的回忆 东海岸大地艺术节从2015年举办到现在 成为海岸线最具代表性的活动品牌之一 而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延到8月份启动 东海岸大地艺术节包括了艺术家筑笛创作 月光海音乐会 还有开放艺文工作室等三大主轴 活动期间从即日起到10月30号 我们今年2020的大地艺术节 今年是第六届 那我们以板块聚合为我们的主题 那希望是可以强调说 我们这个东部韩是在这个 这个菲律宾海板块跟我们的欧亚大陆板块 交接撞击所产生的一个最美的一个地方 然后也想呼应说现在全球的一个议题 不管是这个气候变迁 还是这个海费的一些 这些令人关心的一些议题 那所以我们今年的这个艺术家呢 他们主要的一个创作呢 是大部分都是用这个海费的这个垃圾来做 他们的一个艺术的创作 那此外呢 我们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月光海音乐会 会从8月4号 5号 6号 一直到9月 还有10月 我们总共今年会有9场次的月光海音乐会 那场地依然在我们的处本部的都立的园区 那今年邀请的这个团队卡是非常的坚强 已经有多人是入围今年的这个金曲奖的名单 那今年还特别有一个儿童音乐剧这样子的规划 那在最终场的时候 我们今年也特别跟这个海洋时尚 就是海洋海费时尚这议题做结合 会在10月4号最后一场呢 会有一个trition show这样子的一个时尚的一个走秀 那也是用海费来做我们的服装的设计 那还有呢 另外今年也有8个开放工作室跟我们合作 那大家可以在我们东海岩线的这个开放工作室 可以跟这些艺术家近距离的交流体验 然后由艺术家来跟大家做导览 除了三大主轴活动之外 今年还规划了你的月光海舞台选选 环保餐具设计竞赛 海洋创意时装秀设计竞赛等活动 而东海处也加强了防疫工作 以及可以使用振兴券和易放券在创意市集 在大众运输方面也有付费接驳专车来服务 让旅客参加活动可以更顺利 而东海岸大地艺术节 让大家从花莲玩到台东再玩到绿岛 相关的活动讯息可以上网搜寻 让今年的夏天更精彩 节日会欢迎时报道